哇 哈喽大家好,我是生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添加新用户,切换和删除现有的用户 请允许我打一个修广告 如果你对于MacBook和MacOS的 使用小技巧感兴趣的话 那么就请你订阅和关注生浩TV 因为我有常常更新这一方面的资讯 在一个MacOS里面 是可以添加不同的用户的 如果你的MacBook是需要给其他人使用的话 那么以下的资讯就可以帮助到你 第一,添加新用户 首先先点击左上角的这个icon System Preferences 选择User and Group 在添加新用户之前 你需要解开这个锁 然后点击这个加 填写需要的资料 像是名字,Password和Account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New Account 它的New Account呢,其实有分四个type 通常我们会比较用到的是Administrator 或者是Standard 而添加新用户的话呢,我会建议给予Standard就好了 Administrator的话呢,它可以控制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按Create User 所以这个User算是Create好了 第二,切换用户 现在呢,我们要切换这个刚刚添加的User 到右上角点击这个用户的名字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的用户的名字 点击 它现在呢,就会到一个Login Screen 这里呢,我们先登录 第三,删除用户 要进行删除用户之前呢 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你要删除这个用户之前 这个用户呢,是需要先Logout 当这个用户已经Logout过后呢 我们只要点击它 然后按下面这个减就行了 这里呢,你可以选择 保留它所有的资料 或者是直接把资料全部Delete完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 MacBook和MacOS的使用手机巧 如果以上的资讯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那么请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什么使用小技巧 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 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那么我是SenseHou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